天下 起来吧 还用这么恭敬吗 你见过 被打入冷宫的王后吗 奴才不敢讲 主上命你来干什么 是不是看看本宫 还有没有活着 回王后 您误会主上了 主上因为担心 怕王后不肯进食 才册一命奴才 给王后送来美食 供王后享用 你放那儿吧 王后 请食用 王后 若王后不肯食用 奴才担心 怕主上责怪 你回去禀告主上 本宫不会死的 王后请息怒 奴才不敢 怕奴才回去不好 向主上回禀 下去吧 退下 诺 西宫娘娘 她来做什么 她奉了主上之命 来给王后娘娘 付出 稳子 疯狂 对 不 家 孙女娘 命 不 不 不 我们 也 这一方面的主事 你还没解决 你还没解决 把人的主事 也想去找人 你还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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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的警方 看见吴丞相 跟刘公公鬼鬼祟祟的 不知道在商讨些什么 接着看见 吴丞相给了刘公公 一包东西 于是妹妹被暗自跟踪 结果发现 刘公公将那包东西 下入韭菜中 后来得知 这是给姐姐使用的 本宫料想 她吴贵是没有这个胆量的 姐姐不要想那么多了 还是快些逃离宫中 以免多生枝节 看来主上 真的是要对本宫下手了 姐姐不必伤感 要怪 只怪妹妹不争气 自从当上西宫娘娘 本来想借着这个身份 来保护姐姐 可十几年来 因为能为主上生的王子 早已自顾不暇 现在这个西宫娘娘 只是徒有须名罢 不认为她 姐姐 还是快些逃走吧 本宫是一国之母 难道还怕她一个成像不成 本宫倒要看看她有何本事 姐姐 现在后宫邀人祸主 朝中建成当道 实不相瞒 妹妹原本计划 明天已经救姐姐出宫的 但现在看来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姐姐 妹妹恳求姐姐 速速离开王宫 快点起来 快点起来 朕没想到 本宫堂堂一国之母 竟会落得如此地步 现在 竟然要逃离王宫 竟然要逃离王宫 本宫真的不甘心 姐姐 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 一会儿吴贵那贼 肯定派人前来查看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这样 姐姐 你一会儿穿上妹妹的衣服 带着令牌 应该可以混出宫去 妹妹留在这儿 还能替姐姐拖延一段时间 不 不 本宫不能欠离妹妹 若是让我吴贵知道了 妹妹你岂不是很危险吗 姐姐待妹妹恩重如山 此时正是妹妹抱她之事 不行 断然不行 断然不行 姐姐 不管怎么样 妹妹也还是个西功娘娘 亮那无贼也不敢将我怎样 姐姐 你真的不可以再迟疑了 你不可以再会儿子 这个爱你 恩 与你 活儿 氏 姑娘 这位大婶 你是找宋耀使家吗 对啊 宋多哥他回来过吗 宋多他因为看亡命被杀了 宋耀使他们现在也被通缉 他们家好久都没回来了 现在我们姚豫村 到处都布满了眼线 你赶紧离开这儿吧 省得受牵连 吴丞相 那你做的事怎么样啊 回 回丞相大人的话 王后让老奴离开 老奴只能听命 至于其他 老奴也不知 丞相大人 王后不让老奴站他一旁 要是老奴坚持的话 怕会引起王后的怀疑啊 你就不会想点其他的办法吗 他现在是被打入冷宫的王后 你以为他还是从前的王后吗 丞相大人 王后大怒 他不肯让老奴留在冷宫中 老奴也是没有办法的呀 老夫亲自去看看 丞相 请 快点 请 再 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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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爱卿请请 王后深感不适 身为臣子顿感不安哪 有劳吴爱卿操心了 本宫只是稍受风寒 王后为何不食用这些膳食呢 是否是因为主上所送的美食 不合王后心意 那臣马上命御膳房 为王后重新调制 本宫身体不适 没有食欲 那些膳食 还是先拿出去吧 既然王后身体微样 那臣马上传御医 不用了 吴圣相 本宫只想休息一番 你们还是退下吧 王后身为国母 王后的安康 就是百姓的安康 王后切勿任性妄围 大胆 本宫要做什么 是本宫的事情 不劳吴丞相费心了 刘公公 伺候王后尽善 诺 吴丞相 难道想倒反不成 你莫忘了 本宫乃是王后 王后的嗓音 为何与以往不同啊 吴丞相 本宫这几日身患风寒之症 难免有些失声 这样吧 本宫洗漱一下准备用膳 你们出去候着 王后用膳还是趁热得好 臣就在此次候 吴丞相真是费心了 本宫身体不适 不便下榻 随便挑几样 呈上来吧 是 扶行 赶紧 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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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丞相大人 她 她不是王傲 她是西宫娘娘 果然不出老夫所料 快找 无论如何要找到王后 诺 主上 臣有急事禀报 快讲 王后无敬 法师 法师 这是善儿师父留给善儿的佛经 可这当中 有些地方善儿看不明白 还望法师指点一二 好 善儿快看看那里出什么事了 快走 师主 师主 您这儿怎么了 师父 这位师主晕倒了 爹 娘 不是 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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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活着 娘 三公主 我以为永远都见不到你了呢 宋多哥这是怎么了 多儿他中了剧毒 不知如何能解 快速速向他送往厢房救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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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器 武器 你带人闯入我宫主府是有何用意 难不成我府中会有通缉犯不成 大公主息怒 只因王后突然在宫中消失 主上食不甘味 寝不安枕 特命为身前来寻找王后 还望大公主通通 母后失踪 何时发生的事 今日 宋多哥的脉象如此紊乱 到底是何种毒啊 这么厉害 究竟是何种剧毒 一时爹也查不出来 爹 到底有没有其他法子 能够救得了宋多哥呢 只有一个办法 宋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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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死 我是善儿 善儿没有死 善儿一定要救活你 善儿 你还活着 我没有违背誓言 我一直守着你 善儿都明白 爹 到底是什么方法能救宋多哥啊 就是以毒攻毒 给我搜 善儿 放肆 吴庆 难道二公主府是你随便闯的吗 你就不怕我在父王那儿告你一状 回二公主的话 属下正是奉主上之命 来此寻找王后的下落 笑话 母后 难道是通缉犯不成 要你们如此费力查找 她又岂会 跑到我这二公主府来 你们这分明是胡闹 还不快给本公主退下 此前宋多 不 二驸马 就是因为假传圣旨 抗制不尊 才被属下救地政法 还望二公主你 就不要再一意孤行 免得再惹上抗制不尊的罪名 吴庆 你竹杀驸马 火烧公主 好大的胆子 本公主本来就不想活了 你来杀呀 杀呀 你不杀本公主 你都不是男人 杀呀 慕容息怒 其实这一切都是主上的意思 属下怎么能管你们的家务似的 忍过 公主你这样 属下实在不好向主上交代啊 好 好 我让你搜 你搜啊 你搜啊 搜啊 搜 你搜啊 我让你搜 大都督 一路辛苦 一路辛苦了 大都督 在下备下了薄酒 还望杨大人赏脸啊 喝上两杯啊 狗大人的美意在下心领了 只是 是给主上进贡的山针 刻不容缓 我还要急着赶往京城 我看这美酒就不要摆了吧 杨大人舟车劳顿 岂能不休息片刻再走呢 杨大人 依在下所见 杨大人的手下 都以人困马乏 不若稍错休息一番 再上路得好 是 杨大人 不要辜负了在下的一片美意呀 大人 大人 子相发现了王后的身影啊 殿将军 您没看错吧 大人 子相的眼皮 您是知道的 王后 以这种装束 出现在这种地方 肯定是宫中发生了大事 相军 叫王后马上到这里来 自相明白 狗大人一番美意 如果我再不领情的话 那就是太不懂人情世故了 杨大人 请 这位大婶请留步 王后 臣参见王后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民父 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夫而已 这位将军快请起 王后尤其会出现在这里 民父是前面村子里的人 这位将军不信的话 可以去打探 自王后为我家大人招训后 我部落的所有人 都十分感激王后 尤其是我家大人 对 连你都瞒不过去 更何况是吴贵呢 李将军 杨智他还好吗 王后放心 我家大人一切都好 现下正在等候王后召见 本宫正在被吴贵追杀 正准备逃往伯大将军那里 为免牵连你家大人 还是不要去得好 这件事您不用操心 大都督自有办法 将您安全地送到伯大将军中 请回去转告你家大人 他的好意 本宫心领了 大都督对王后忠心不二 一定尽力保护好王后 好 静儿 爹 您怎么来了 你先退下 坐 坐 静儿啊 我想让你放王后一马 爹 王后可是咱们完成 霸业的一根眼中钉 王后知道主上要除掉他 必然会告知伯牙豪 这样呢就不用咱们去找人 去给伯牙豪送信了 咱们说的伯牙豪未必相信 只有王后亲自诉说 好 好 往后 我都能看到日子 我们将来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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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好 forwards 回来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杨大人 昔日在下为了三公主的事 被贬为小小的粮馆 日后还望杨大人您在宫中给美颜几句 好说好说 杨智参见王后 快快平身 谢王后 听说王后有难 杨智特来拜见 只要王后开口 天大的难住 杨智定当貌似相助 万死不辞 杨大人有心了 本宫 现在对一切都已经心灰意冷 只是想早日娶哥哥 不压好大将军那里 这个容易 王后今晚就在此地歇息 微臣一定安排妥当 那好吧 就依你的安排 怎么还没有起色啊 用了这么多种药 爹再去给你安碗药来 爹再去给你安碗药来 搓药来 ص分意 好 我不知道 那是不是 月 我 你 可以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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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